线的线,勾一针短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继续往下勾 还剩最后几针 全部完成后,我们来勾第二排 首先,立一针锁针 接下来,我们将衣服反过来 挑起上一排最后一针短针的针目 在里面,勾一针短针 完成后,我们勾锁针三针的狗牙针 勾三针锁针 一 二 三 接下来,挑起第一针锁针的 内侧半针 引拔完成 我们再勾一针锁针 然后,空一针短针不勾 我们在下一针的位置 勾一针短针 我们继续往下勾边 勾锁针三针的狗牙针 二 三 完成之后,我们再勾一针锁针 然后,空一针短针不勾 在下一针的位置 勾一针短针 这里的勾边规律就是 两针一个花样 我们可以对照两排的勾边来看一下 这一针短针 这一针短针 对应的是 一针短针以及 一针狗牙针 这一针短针 对应的是一针锁针 这里就是 两针一个花样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勾这种花样 空一针短针 对应该是一针短针 还剩最后几针 还剩最后几针 只几针 只 oneself对jal 还剩最后几针 如果最后的帧数是双数 我们就正常勾花样 如果最后的帧数是单数的话 我们这里就是单数 我们可以在勾完锁针之后 空两针短针 不勾 在最后一针的位置 勾一针短针 全部完成之后 我们再勾一针锁针固定 断线 将线头收到衣服的反面 大家看 这个就是领口勾边完成后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预留扣岩 扣岩是有一排锁针和一排引拔针完成的 下面请看我演示 我们在右边门进的位置 在最后一排贝壳花的底部 穿入 将线勾出来 将线勾出来 勾一针锁针固定 接下来我们勾七针锁针 这里锁针的数量决定了扣岩的大小 如果大家想要其他大小的扣岩 可以通过加减锁针的数量来实现 完成了我们需要的锁针数之后 我们在之前领口勾边的第一圈短针的位置 引拔结束 接下来我们反过来勾一排引拔针 把线放到勾针的上方 然后从最后一针锁针的位置 调起上方的半针 穿入 勾引拔针 因为第一排勾的是七针锁针 这一排我们的引拔针也是七针 一排勾针 两排勾针 一排勾针 一排勾针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五 七 七 全部完成之后 我们在第一排的入针位置引拔结束 然后将线头顺着织物的纹理收进去 这样扣引就制作好了 下面我们来制作纽扣 这里纽扣是包扣的样式 我们勾一个纽扣 然后再将食物的纽扣放进去 我们来看一张图纸 勾针扣一共分成四圈 通过环形起针的方法 从中心逆时针环状向外编织 用到的针法有 短针 短针的夹针 减针 以及短针的条纹针 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 我们先来起针 这里用到的是环形起针的方法 右手拿起线头 线头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一 二 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 拿出线圈 然后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 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和拇指之间 右手拿起针 右手拿起针针 针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 穿入线圈 针放在线的左侧 逆时针绕线 将线勾出 勾一针锁针固定 这就是起针后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勾第一圈 首先我们立一针锁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我们在起针的这个线圈里面 勾短针 一共勾八针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全部完成之后 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这里有两个线圈 我们轻轻拉一下线头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线圈活动 我们拉紧活动的线圈 还剩下一个线圈 我们直接拉紧线头 这样线圈就收好了 我们直接将线头剪掉 线圈是不会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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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将第一圈短针引拔结束 调起第一针短针的针目 穿入 勾引拔针 拉紧引拔的这一针 下面我们来勾第二圈 这一圈由短针以及短针的夹针组成 首先立一针锁针 接下来我们在刚才引拔的位置勾两针短针 一 一 二 二 这个就是短针的夹针 接下来我们在下一针的位置勾一针短针 完成之后 完成之后在下一针处继续勾短针的夹针 一 二 然后在下一针的位置勾一针短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隔一针加一针 也就是隔一针短针 我们勾一针短针的加针 我们将剩下的勾完 最后我们也ej然逼接下来我们 Bohm 黄针 我们需要须描述 希望此轻搭得更多的小针 我们先多两针它们 从压针来再叺小针 飛 builder 超级带 赤横 小鳍 最后我们在起立针旁边的短针针目上引拔 拉紧引拔的这一针 这一圈全部完成之后一共是12针短针 大家勾完可以数一下 这个就是扭扣第二圈完成后的样子 下面我们来勾第三圈 这一圈全部是由短针的条纹针组成的 首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我们勾短针的条纹针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个短针的针目是由一个辫子组成的 也就是V字形状的两根线 条纹针我们调外侧的半个辫子来勾 实际上短针的条纹针是短针的一种衍生 勾法和短针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入针位置不同 我们穿入之前引拔的短针的外侧半针 勾短针 这一圈我们全部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圈完成后 帧数还是12帧 我们引拔作为这一圈 这里引拔针的位置还是在奇力针旁边的短针针目上 我们调全针引拔 也就是这样的两根线 拉紧引拔的这一针 我们来看一下短针条纹针完成后的效果 正面是条纹状的花纹 有较强的立体感 这一圈完成之后我们将扣子放进去 我们也可以在勾完下一圈之后再放扣子 接下来我们勾第四圈 这一圈由短针以及短针的减针组成 首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奇力针 接下来我们勾短针的减针 这里是两针并一针 分别穿入相邻的两个位置 也就是上一圈引拔的针目 和相邻的短针的针目 将线勾出来 这个时候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我们绕一次线一次穿过这三个线圈 这个就是短针的两针并一针 完成后我们在下一针的位置 勾一针短针 接下来我们再勾短针的两针并一针 分别挑起相邻的两个短针针目 将线勾出来 一次穿过勾针上的三个线圈 短针的减针完成之后 我们在下一针的位置 再勾一针短针 这一圈的规律就是 隔一针减一针 也就是隔一针短针 我们勾一针短针的减针 我们按照这样的规律 将这一圈勾完 请不吝点赞订阅 最后我们在起立针旁边的 针目上引拔 也就是短针减针的 这一针针目 全部完成后 我们预留出15厘米左右的线头 用于后面的缝合 大家看 这个就是针扣 制作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将针扣缝到衣服上 缝合的位置在左边门径的边缘 对应扣眼的位置 我们找好位置之后 将针扣子缝合固定 将针穿出 然后再穿回到上方 为了缝合的牢固定 为了缝合的牢固一点 这里我们调短针的针目进行缝合 找出最近的一个短针的针目 穿入缝合的牢固定 接下来我们再调相邻的针目 接下来我们再调相邻的针目 然后调起中心位置的线 再穿回到对面的短针针目 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缝一圈 缝完一圈之后 我们将线头收到衣服的反面 接下来我们再调相邻的针目 大家看这个就是针扣缝合完成后的样子 下面我们来给衣服的下摆加上勾边 这里的勾边方法和领口部分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绕圈的形式 一共勾两圈 这里我就不做演示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摆部分 勾边的要点 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 这里我们用一个 粗线勾织的小样作为展示 勾边需要将衣服的正面对着自己 无所谓从哪个位置开始起针 但是为了方便 我们可以在贝壳花的入针位置起针 也就是这样的洞里面 我们在每个贝壳花的入针位置都勾一针短针 在两个贝壳花的锁针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两个贝壳花之间间隔四针锁针 一二三四 我们在锁针形成的大洞里面 勾四针短针 两边的缝合位置 我们挑起中间连接的线 勾一针短针 第一圈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勾短针 第二圈全部勾锁针三针的狗牙针以及锁针 方法和领口部分一模一样